本集内容或许大部分人看起来会很偏激 我有想过要不要描述的委婉一点 可是后来想想 这些内容我不想经过修饰 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 写实的 我不想把它包装的跟鸡汤语录一样 开头先警告一次 这集内容很写实 想活在梦幻泡泡里的乐观者与信仰者请先离开 正片会再警告一次 再不离开就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决定要看就看到底 请别断章取义 大家好 这里是樱桃怪 那么很久没有来分享我自己的病款了 我先把话讲明 这集充满正确的仇恨言论 如果你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且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创伤 这一节内容不适合你观看 有神论者也请离开 不客气 这节内容我认为不是我主观的意见 而是非常客观也非常正确 没有画面请见谅 当成广播剧来听吧 Ready 我相信许多人喜欢看心灵鸡汤 我也知道你们身边一定有的人每天都在分享立志语录 如果你也想这么做 我建议你停止 立刻 多半看这些鸡汤语录的人 好一点的变圣人 但绝大部分变白痴 而且写这些语录的人 多半没有经历过世界的残酷 请注意 我说的是世界不是社会 正是这样 这些作者才能写得好像世界很美好一样 我告诉各位 世界确实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值得我们去发现去体会 但是请记得 世界美好但绝对不善良 而且我相信 这些心灵机让的作者 如果亲自经历过重大创伤 我不相信他还能够继续赞扬这世界的美好 当然 我完全不希望任何人遭遇那么糟糕的事情 也没人该遇到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知道 我经历过长达三年的性霸凌 并且在之后得了重度忧郁症 中度身心障碍 我无法正常的作息 无法集中注意力 记性变得很差 反应迟钝 而严重的时候 就连看着一个字 我都无法辨别那是什么东西 直到现在 我依然必须仰赖药物入睡 而我睡前要吃的药高达六颗 其中就有三颗安眠药 一颗 是管制三级药品 两颗是抑梦剂 言下之意就是抑制作梦的药 Why? 因为我不只无法入睡 就连睡觉之后 我也持续受到恶梦的干扰 那些语录总是写着 善恶有报 人们也总是在说着 哦 做善事会有善报 但是我很清楚 这些话只是Bullshit 只是自我安慰的话 让我来告诉你 语言是梦幻的 而世界是现实的 当年伤害我的那些加害者 现在过得一个比一个好 而我呢 不只将近一半的人生饱受疾病所苦 甚至偏激到做的犯法的事 当然在这里完全不鼓励 受害者使用偏激的方式 宣泄情绪 因为被告很麻烦 那些喜欢看心灵激烊的人 如果你们够幸运 你们不会遭遇到我所遭遇的 因为当你遇到跟我一样的处境时 你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去相信 而这记忆力很差 通常我做完心理智商后 很容易忘记我们刚刚到底说了些什么 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我曾经告诉我的心理师 如果真的有上帝 我见到他第一件事就是揍他一拳 在你经历过这些非人道的事情后 没有任何人出来相救 没有人受到报应 只有受害者永远在迷命你答转 你不得不对神明这种存在感到笑话 因为你很清楚世界上根本没有神明 而如果真的有神明或上帝 Jesus 那他一定是个混蛋 我相信人生过得顺遂的人 应该是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感受 我不贵你们 因为你们的运气很好 也希望你们继续保持下去 当然如果你们要继续看心灵鸡汤 励志语录的话 恭喜你们往白痴的路上又前进一步 最后其实我想这应该也不太算病况分享 比较像是偏激一点的心境分享吧 不过我说的都是客观事实 如果无法接受的话 请你自己检讨 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句最重要的 我希望跟我有一样处境的受害者们 听我一句 记住 这很重要 任何打不倒你的 杀不死你的 都只会使你更加强壮 那些痛苦的创伤 都将转化为经历 让你在未来遇到一样的事情时 不会再因此受害 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那这里是樱桃拐 如果你无法认同我的观点 也要请你自己检讨 检讨你的人生有多幸运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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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